字幕 李宗監督 來 賤蘭你開麥 喂 賤蘭 喂 欸 你沒有開麥 但有聲音欸 喂 喂 傑克聽得見嗎 聽得見 但是 好奇怪喔 你沒有開麥的符號 但是有聲音 好 沒有關係來 那個賤蘭你好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31岁福州人 然后我想讲一下第一题 其实第二题也在我的框架内吧 31岁福州人 你想要讲如果你是国民当主席 你要怎么做对不对 首先要说一下 今天这个题目就是 因为我毕竟大陆 我也不知道内部什么情况 台湾的 所以只能说是一个理想化 理想化简单化的一个思想实验吧 可以啊 然后我的想法其实主要是八个字 现在对于我来讲 就是国民党主要的情况 就是以独谋权跟以权谋合 就是我首先得 以独谋权跟以权谋合 对 我得先能上台 然后再去做那个谈和平的事情 就是在我看来 就是国民党其实并不想同意 它只是想保持和平的现状 所以我的那个整体思路也是往这一方面去走的 然后说第一点就是以独谋权 就其实现在那个手上的牌有几个 一个是大陆的一个会台政策 大陆的那个白皮书有明确的说到就是 民进党的一部分台独分子是必须消除的对象 对于我来讲民进党也是我的政敌 所以我其实在这一方面其实跟大陆的那个利益是一致的 我可以借助大陆来把这个民进党这一部分人给就消灭我的政敌 对然后战术上首先就是其实台湾现在内部民进党的乱象蛮多的 这些都是台湾就是国民党可以用的一个子弹吧 然后对我来讲国民党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他的怎么样 主要想法不明确很乱 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先上台 所以我走的也是就有点类似于台独 但其实我的口号可能是说 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台湾 以及世界的台湾 用这个来对民众喊话 独立自主就是我 我不是美国的棋子 我也不是你中共的什么人 就是对内可以这样宣传吗 我反正就是保持现在现状 其实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讲 他们有些想读的 也有一些不想读也不想捅的 更多的是不想改变现状而已 对所以我就想说 也就参考美国现在对川普的一个调查 就是在整个岛内对民进党的某些人 比如说陈时中也好 蔡英文也好 你不管什么论文那些 就加大力度去做这个事情 一定要把他们打到烂为止 然后我这边可以去联系一下台湾内部的统派人士 因为现在跟大陆没有官方的一个交流渠道 然后统派人士 国民党有了 那不是官方的民间 那我就想说通过统派人士 可能更好的去促进一个交流 然后让这一部分人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跟大陆 大陆肯定手上也有民进党这一部分人的一些 可能信息 或者他们有做一些什么的证据 那我可以就是跟大陆这一方面 就肯定没这么简单 但是我的思路就是说 跟大陆一起把民进党这部分给弄掉 对就这部分是一样的 然后对美国那边来讲就是 我想法可能理想就是 我觉得台积电跟有些可能该牺牲的牺牲掉了 因为毕竟如果要做一个第一次财亡 我可能要失去一些给美国 在面上我保持一个 你现在妈有点电 你再说一次 现在 对现在开始电了 现在开始电了 那我快点赶吧 就是台积电这些可能该给美国的这些就只能放弃掉了 然后跟美国谈新的就是你要给我一定的自主性 然后保证就是把那个台湾那个政策法 就是怎么说呢 就有点把他的那个决定权 移一部分到我自己国民党的手上 用这个跟大陆谈判 就是说我这边 就是说国民党用台积电跟美国去要谈判权 是不是自主权了 对 因为其实你长久来看这种市场行为 他 美国那个台积电他其实 他们自己也会自救的 你就像有些自从贸易战打起来之后 中国的很多企业借到了越南或者墨西哥就借壳了嘛 但也继续跟美国做生意 就是其实有很多方法到时候在想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首先保证我取得政权 对 然后面上就是显得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 呃 台湾的一个主体 我可以跟美国谈可以跟大陆谈 嗯 然后让台湾民众有这种 独立又有这种自豪感 然后 所以 所以你一开头讲那八个字就是比较切题嘛 国民党应该以独谋权 然后以权谋合 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你对内 比如说细致的一些 其实主要是民生为主嘛 对民众来讲最重要就是他们说 嗯 那你可以借助大陆的一带一路 但是我 我肯定就是说 呃 不是喊一带一路 但是某些时候 我们可能比如说 呃 产品啊 借到大陆 或者从香港 拐到大陆怎么弄就是偷偷的跟大陆接上 反正让民众得利 那我可以喊出包装一个新的一个 呃 就有点像民进党自己喊什么新来上 但是我可以包装一下 嗯 其实我借助大陆的那辆车 大陆不会不同意的 他是希望不同 这种民间的交流的 嗯 好 所以我就想说这一方面主要都是借识 因为你太小了 你只能借识跟牺牲一些东西 嗯 然后最主要的把你的敌人打掉 嗯 如果说我能顺利上台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要做以权谋合的事情 嗯 因为其实你以上几点出完之后 对于大陆来讲 你其实并没有很多的那个攻击性 因为你没有很独立 我也跟大陆意义一致 对吧 那我所需要的就是大陆还是保持原来的 一国两制 嗯 我我个人认为大陆是还是会做一国两制 因为对他来讲 呃我去管理这个成本太高了 那肯定 我会这么快直接去 就直接什么一国一制也好 他肯定还是一国两制 嗯 那对于我自己来讲 我做到以上几点 其实我哪怕做一个 就哪怕以后大陆突然间统一了 我做一个傀儡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 好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也已经没有政敌了 好 ok 好 对 就是我的想法 就刚好两点包一下吧 反正比较一场化一点 就具体的手段肯定还 肯定还要参考一些 但肯定要有牺牲就是了 好ok好 这不错这八个字不错 我以权以毒谋权以权谋合 谋合 谋合 起码是条路了 好 那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健来的分享 谢谢谢谢 ok好 拜拜